嗨 大家好 我是一颗式的医生 今天我要拍 《牙套日誌》第二季 我是从6月30号到现在 9月23号一直戴着牙套 其实现在还蛮习惯的 但是还是换一个新的牙套的时候 很紧 有一点痛 但是我是想要当演员 演员一定要整齿很白很帅的牙齿 是不是 这是努力 然后这支的影片呢 要看从6月30号的变化怎么样 是因为我每一次换新的牙套的时候 都记录下来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吧 今天是7月21号 今天是刚好要换第三个牙套的时候 已经换了 然后上次换第二个的时候 感觉很紧 可能第一个牙套是 习惯牙套这个东西的感觉吧 然后第二个的时候开始认真戴牙套 然后这次换第三个 真的很紧 然后有一点痛的感觉 但是还可以接受了 然后现在是已经习惯戴上次了 然后是拆下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 这样 这么快 然后戴上次的时候 这样子 就是现在的话 也不用镜子啊 或是什么的 反正很习惯 然后重点 戴三个礼拜牙套的时候的 牙齿的状态是怎么样 就这样 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的样子 反正 继续认真戴牙套 嗨大家 今天是8月4号 开始戴牙套后 差不多过了一个多月 现在的牙齿的状态是这样 还是还没有变化的感觉 戴上次 哇 很紧哦 这个 跟以前的比起来真的很紧 不一样 有一点痛 但是还是可以忍耐的 嗨大家 今天是8月17号 现在的牙齿状态是这样 我觉得还没有变那么多 然后今天又来到诊所 是因为 我问看看牙医师 现在的牙齿状态是怎么样 目前戴得不错 继续保持 哦 太好了 我想要更快结束 有什么建议 那我们先试试看 缩短到10天 但是一定没有工作的时间 都要带 今天维持在20个小时以上 大家看吧 我很乖 我讨厌浪费时间 该做的事情都要做 而且刚刚那样子 都可以跟医师讨论 但是还是看人哦 乖乖的但上次的人 才可以加速的样子 好 那我继续努力哦 加油 今天是9月20号 现在的牙齿是这样子 下巴也有一点点整齐了嘛 然后今天我要去针锁 因为要打两只的钉 这个后面要钉 因为我的下巴牙这样了 有一点点高 所以这四颗要玩下啦 好 现在去针锁吧 走 医师今天是打针锁 痛吗 针锁不会痛 因为会上麻药 你就不会有感觉啦 真的很好 相信你 谢谢 拜托你了 打完针锁了 这样有两个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完全不会痛 只是麻醉 有一点麻麻的 有一点不是超级麻麻的 连麻醉都没有痛耶 好奇怪哦 你一直这样很厉害耶 但是这个一定要像笔筋 旁后面到骨丁那边 所以更难吃东西了 就很难拆下来的样子 好 那继续认真 带下次吧 那我要给大家看 6月30号刚开始戴牙套的时候 跟现在的牙齿的状态是怎么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还是有变化嘛 然后骨丁的部分呢 麻醉消退或很痛 然后我那个时候吃了只是痛药 但骨一天就都没有痛了 只是吃饭的时候啊 饭啊或是什么的都会卡住那个钉的部分 所以有一点麻烦 还有 因为那个钉碰到我的嘴唇的后面 所以有了口内眼 但是还可以接受了 我还有一年 为了帅 我可以继续努力 我一定要得到很帅的牙齿 好呢 这支的影片到这边结束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大家帮我按赞 留言 分享 订阅哦 然后今年一定要达成 10万订阅 所以大家 请多多订阅一下 然后不要忘记 追踪我的IG哦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结束吧 拜拜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